目法求生的V187片 大炮从百米高的平台上跌落 他却利用游戏的规则 私利逃生 我们开庭审判 分别处置了白先生 还有酒馆老板 今天我们将亲心协力 拆除这座破坏海洋环境的石油站 大炮 我已经将他俩 关押进烧烤监狱了 让他们尝尝回哥受过的苦 就这么简单关押起来 真是不解气 正想好好收拾收拾他们 别别别 别炮哥 我们已经被判刑了 大家都知道错了 你就放过我们吧 再说了 等于俘虏都是倡导优待的 你不能这样对我们 现在你的牛气劲哪去了 算了 我雷达炮是出了明的心肠好 你们两个就好好在里边待着吧 大炮 这石油站该怎么拆除比较好呢 嗯 辉哥 你问我算是问对人了 对于这方面 我还是很有研究的 别受评了 快说吧 你看啊辉哥 对于这种大型建筑 在进行拆迁之时 通常有三种方法 哪三种 第一 是定向爆破 在精确测量好爆破点之后 用炸药引爆 省时 省力 方便快捷 嗯 可是如果在海上用炸药 一定会造成第二次的海洋污染 我觉得这样不妥 我也觉得不妥 难不成你也是这么想的 不是 因为木筏没有炸药啊 好了